院子里怎么能少了菜园子呢 我在庭院规划的时候 特地找了一块地 要做一米菜园 就在院子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院子的一个平面图 我勾画了一下位置 这块地十分的规整 而且朝向西边 阳光也非常的充足 尺寸是2米1乘1米6 于是我把它分成了4块 每块是900乘800 中间是石头小鹿 在淘宝上买了这样的欧标维板箱 作为菜床 这个是菜床到货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装上 现在咱们就把它开箱 板子呢是一块一块的 每一个边呢 它连接了这样的金属连接件 然后我们需要把800长和900长的 给它连起来 这个是连接件的一个铁棍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了两罗 一个是900一个是800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装上 这个小棍呢 分上和下 我们把这个弯弯曲曲的朝上 然后把它对齐了以后 实际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菜箱装好的样子 后来天已经黑了 我们把院子的灯光打开 然后一起把这4个菜箱给它组装好 有人说这个围板箱呢是经过熏蒸的 后来我也特地问了店主 店主说它确实经过熏蒸 于是呢我把它搁在阳光下面晒了几天 然后才放到了地里面 好了围板已经都装好了 因为它没有底 所以它是可以活动的 不过我们插到土里 其实就可以固定好它的位置 而且这样的围板箱呢 它是可以裸起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两个裸起来 来增高菜箱的高度 这一个围板箱的高度是200高 那两个加起来就是400高 不过目前我打算我的菜床就做一层高度就好了 下一期视频呢 我会告诉大家我如何改良了现状的土壤 然后把4个菜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面 并且用4代为它们做了分割 好啦现在就到了下一期视频啦 因为我把两个视频合在了一起 我打算在中间的小路买一些厨余垃圾 但体力活少不了音乐 于是挖的小音箱拿出来了 现在呢就在中间的小路的位置开始挖钩 不挖不知道 一挖可以看到我的土壤非常的板结 而且土壤里面还有很多的工程垃圾 可以看到挖出了很多这样的红砖 这是刚开始挖的这几块 然后我们在挖的时候 还看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砖头 把它拿出来发现呢 是一块空心砖 当然还挖出了小蚯蚓 对了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个堆肥箱吧 这个堆肥箱呢是在三个月之前做的 就是去年的12月份 当时呢我是发了朋友圈 当时是因为剪了很多的树叶 所以一层落叶一层枝条一层土这样 一层一层的堆了满满的一箱 这是刚堆完的样子 然后过了一个多月呢 我又去公园里面剪了一些这样的松针 倒在了我的堆肥箱里 这时候看见它已经下沉了 这是1月26号 然后它现在是这个样子 它已经下沉的非常厉害了 也是因为第一次搞这个堆肥箱嘛 没有什么经验 中途呢又往里加了一些烂的水果皮和菜叶子 因为也是第一次搞这个堆肥箱嘛 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中间呢并没有怎么浇水 所以我感觉它们腐熟的并不是很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担心它会烧了我蔬菜的根 所以我把它埋在了我小路中间的这个位置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堆肥箱里的蚯蚓 然后我们把土覆盖好以后呢 就放上我们那天装好的围板箱了 尺寸非常的合适啊 因为是定制的 900乘800的四个 刚刚好 中间铺上了小碎石 然后就是往菜箱里填土了 我打算有一些底肥 所以我买了一些发酵的羊粪 那是40千克一袋的 一袋才40块钱 那羊粪是长这样的 这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上头的味道 然后我把羊粪呢撒在了底部 这是撒完的样子 然后我买了很多的蚯蚓土 嗯这是刚来的样子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我院子这个路呢是跳房子的路 没有办法用小板车拉过来 所以就是人肉一袋一袋的给它扛了过来 我这一个800乘900的箱子呢 用是装了五袋这样的土 登登登登 这就是装好的样子 哎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为了我的菜园值了 这是中间的分割 那我接下来呢 要用七丁枪和丝带 给我的菜箱做一个美美的分割 七丁枪呢 是我淘宝上买的 我想爱手工的小朋友们 应该都人手一个吧 有靶子手劲呢都能用 很多小伙伴呢 是用木条分割的 不过我觉得丝带也不错 不过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木条 这个是菜园子现在的样子 后期呢 我会给大家出一个视频 作为反面教材 给大家讲讲我的西红柿 是如何长成西红柿丛林的 我竟然还在一米菜园的中间 种了西葫芦 后果只有它长大了才知道 我是爱分享的唐小贤 这期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